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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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5的萬海 繼續大漲各位 萬海 三個交易日 三個交易日60塊錢的價差 你可以賺多少各位 我在跟你講萬海我是怎麼告訴你的 別人不要的時候我跟你講我正式出手 對不對 昨天拉漲停 今天再繼續噴這三天 今天我幫會員朋友締造了60塊錢的 價差空間 60塊 一張6萬 10張就好 你這三天已經賺60萬 50張的 各位今天的就是300萬 不是嗎 你不要覺得不可能 就在這幾天300萬各位他已經實現了 就這短短三天而已 所以我想我的萬海跟別人萬海有什麼不一樣我不會帶你買在這個地方 我是跌到這裡 有沒有 大家不要的時候 我開始跟各位講說整個 航運股 跌得差不多要來了我們來做 對不對 我從上個禮拜五的週末假日節目我就跟各位講了 我已經在規劃囉 這個禮拜我的操作重點就是在航運股上 我從上個禮拜五的節目 我跟各位講航運股拉回的操作密集 各位你有少的你有少的 我恭喜大家 你獲得一個機會 獲得這一次絕佳 上船的機會 這個船還沒停好 我不會請你上 我一定要讓他停好之後 然後呢 我把他鋪好 這個上船的橋 有沒有你慢慢的走過去就好了 很平順 我不會那個船還沒到的時候有沒有 你那個港口還有100米喔 叫你上船 你一出去就掉到海裡面去了 你掉到海裡面去別人在床上玩的時候呢你就在海裡面游 不是嗎 所以我從上個禮拜五的節目 你看到一個禮拜過去了 這今天又是禮拜五 我就跟你規劃了 我說下週拉回 下週拉回 你等我 等我指令就對了 禮拜一 禮拜二禮拜三 我持續在跟各位做追蹤 我跟各位講說航運可不可以出手了 7月13號這一天 對不對 航運 我跟各位做預告喔 我說可不可以出手了 我已經在跟你預告了 急跌他會締造全新的機會 你跟著王老師就對了 我說國際航運股的跌幅並沒有台灣嚴重 今年做航運的資金 各位 不是吃素的對不對 所以說航運跌升 就是最大利多 這裡隨時 醞釀反攻契機 沒有錯吧 這個禮拜最危險的時候 沒有人看好航運的時候我跳出來 我說各位我來 我知道 船靠的差不多了 我現在我在鋪 這個各位上傳的通道 有沒有 有沒有做過那個郵輪 有人都一層一層很高啊 對不對 你要怎麼上去你不是爬上去嗎 會搭一個 這個通橋讓你怎麼樣 平安的走上去 對不對 那我我在這個過程這個禮拜我就在做搭橋的動作 我搭好了 你就走上來 走上來各位有沒有 三天的時間萬海 昨天漲停今天繼續漲 三天各位60塊錢的價差 開不開心 你看我節目的投資朋友你所有人都賺得到 我也很開心啊 你看我節目就是浪費你家的電費而已 有沒有 你一樣可以賺到大錢 那你更貼近我的投資朋友 我講了我不會讓各位失望 我一檔一檔的呈現給大家 對不對 所以當別人最不看好海運的時候我跟各位講說 要開始為什麼 我拿出了很多的證據跟各位講 拜登打壓這件事情我跟各位講 壓不下來 我當天我跟你講你也不相信啊 你覺得老師不可能啊反正就是跌了你跌了你這些講都沒有用 但我覺得有點不合理嘛 我的確發現他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我講的不合理的情況下你要去把這個蛛絲馬跡找出來嘛 對不對 很多人為什麼想看我節目因為我沒有獨立思考的精神 我們不會跟其他人一樣人云亦云 一窩蜂 跟你說這個好這個你就跑進去了 反而是有時候大跌的時候別人不要的時候我們來撿 你看我的你看看我這個禮拜的節目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常在講你看我節目不用太久你看兩天就好了 你就會有感覺 對不對 整個 拜登為什麼壓不下來而且我跟各位講拜登其實他不是 要去查航運的 報價你懂我意思嗎他查的是 所謂的 自留費以及這個鐵路的問題 航運的報價他根本沒有辦法 讓他壓下來 原因是什麼你看我前幾天節目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這是供需市場 供需來決定的 拜登要查不是查這個航運的運價 他是查自留費合不合理 查鐵路相關的合不合理 運價根本沒有辦法壓 也壓不住 這不是我講的這是第一線的 我在第一線的 航運公司的朋友他告訴我的事情 我相信這個應該比記者寫的還要更準 所以當我知道之後我覺得機會來了 這就是 我常在講的 我資訊的管道來源絕對比各位 還要領先我有這個自信 很多時候我講的東西 你會發現到到最後很多的報紙媒體要 都在講我講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在第一線的資訊 取得是不容易的 我可以認識到他們 不見得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認識到他們 或許你也可以認識到他們 但不是每一個嘛 對不對 就算你海域你認識到了那在 科技業的部分第一線的 財管也好主管也好 業務主管也好 你有沒有辦法認識 很難吧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沒有關係你就把我當做一個平台 就好像一台電腦你來查看有什麼資訊 我會跟你講 然後 股價後面就會反應 然後呢 反應之後媒體就會開始寫故事 這是什麼故事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對不對 不就是如此嗎各位 不就是如此嗎 當航運一在跌的時候我一在強調一些事情各位 你們都 覺得說 這個沒有用啦 股價就是跌嘛 但是我講機會來了 所以我常在講股票大跌他不是不好 對不對 他是一個締造另外一個機會的開始你不要去管說這個股票上什麼時候崩盤 我很難啦為什麼 我早就跟各位講過這樣各位這樣字卡我不是第一天跟你講啊 股市為什麼會漲 我相信在去年你就看過這樣字卡的我就跟各位講兩個東西 因為我是經濟 研究所畢業的 所以對整個過程我都很了解一旦你看到全球QE 股市就是要漲 全球QE量夠大的時候 經濟重啟 經濟重啟又會帶升 帶動指數開始攻 所以我當時我跟各位講這絕對是一個漲不停的 那我請問大家這個消失了沒有 這個目前沒有消失嘛 這個消失了沒有 這個還沒消失在進行當中 除非這個消失 那這個呢 就很難了啦 因為兩個因素只要一個不見 我跟你講他就不會漲不停 他可能就漲就停了然後就往下 那目前各位沒有看到嘛所以我講的很多好的族群 他拉回是一個全新的機會 你要好把握住 對不對 所以這個禮拜你也看到了我送給各位天上掉下來的禮物1號 萬海 我相信這三天你看得很清楚了 我送給大家天上掉下來的禮物2號 叫做陽明陽明兩天漲了多少漲了28塊錢價差 10張就好因為他比較便宜啊比萬海便宜嘛 10張就好 你賺28萬 20張就好你賺56萬 對不對 你用力買個100張如果有這部位的話 各位 你賺翻了 不是嗎就這兩天而已我沒有帶你買這個地方 我是等拉回來這邊我跟各位講出手 甚至很多人期待啊老師天上掉下來的禮物3號 3號我跟各位講今天有沒有讓你失望啊 有沒有 我講你不要管他什麼族群嗎 不要管他什麼族群 這兩很多人以為是航運國我說不是好不好今天呢有沒有亮燈掌停板各位 今天亮燈掌停板但是我覺得我覺得因為這個這不是我今天一個節目的重點之一喔他掌停板也沒什麼好講的 我們拉近一點點你自己看看清楚我改天給你印證 他今天是掌停板的我恭喜所有打掉進來投資朋友你來試吃的 全部大賺 你今天試吃的你全部都大賺全部掌停板 昨天一堆的投資朋友打掉進來 對不對 我請各位要去買這張股票 今天亮燈掌停板各位我先不開 好不好因為這不是我今天重點我今天重點在哪裡 今天重點是我帶你進了這整個 海運之後我帶你進了 萬海 我帶你進了陽明 你看我節目的投資朋友你們今天有沒有感覺 很開心 對不對因為大漲沒有錯 但是你會發現到今天他盤中 震盪的幅度就比較大了 那你心中就有一個疑問 啊老師啊 現在是海浪有點大呢 對不對有點害怕呢要不要下船 那如果要下船我是不是要再把 船停好搭個橋讓你安心的走 我不會叫你跳到海裡面去然後自己游上岸吧 我這個禮拜的節目重點各位你看得很清楚 沒有人做節目跟我一樣的 這麼照顧觀眾朋友 甚至公司高層都覺得不行 但我依然 堅持做我對的事情 我請各位拉回來 請你要多多注意時間點到我跟你預告 該出手就出手 甚至萬海那天 14號大碟那天我節目上我直接講 我們出手了 我請問各位 有哪個分析師有這樣子的gas 我沒有帶著各位亂衝 因為我掌握到你掌握不到的情資 這個就是你要跟著我做的原因 對不對 你是從頭應徵到尾 我相信各位你很難 有其他的維持 我甚至我該講的證據什麼東西你都看得很清楚這個不用我再多講 那現在問題來只剩一個 你們全部都上去了嗎你聽我的話你看我節目的全部都在上面了嗎 我們會員走了沒有 各位你跟我會員還插了一道關卡 對不對 他們可以及時收到訊息啊你沒有辦法 所以該不該先下傳 這是個問題還是說啊老師 這個只是小小的 這個浪而已喔這個一下子過去了 還會再繼續漲 我相信各位今天應該你只剩下這個問題 那到底該怎麼做 我跟各位講有個人 後面還有一群人 一群智男團 我們幫你講會比你一個人在那個地方睡不著來的好 我常常跟投資朋友講 你們這個做股票 真的很辛苦 買了不會漲也睡不著 買了一直漲也睡不著 為什麼 因為 買了大漲也不知道賣在哪裡 每天又心心膽這樣啊會不會拉回會不會拉回會不會少賺 你跟著我做我們做我們做我們該賺的 該賺的賺到我跟各位講保證你睡覺睡的 非常的香 還會做一大堆的美夢 對不對 跟著我說就是輕輕鬆鬆所以今天很簡單各位 如果你有萬孩的 我已經跟各位預告了嗎拉回要買 真的拉回來我跟各位講我該講我都講了你按照指定去做的 那各位現在剩一個問題 該怎麼賣 如果你有長龍 如果你有陽明 如果你有台華各位你今天只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來各位 今天他並不是這樣子又鎖掌停的嘛所以你一定需要到我 對不對 陽明如此 旺海也是如此啊看起來有機會好像又沒機會啊到底要不要賣 各位 到底要不要賣 長龍啊 這個漲停下來還不繼續漲停 對不對 然後呢2636台華這個到底有沒有機會這個好像最弱 今天盤中變動幅度就比較大了長龍鎖其他沒有鎖 那怎麼看 每一檔的情況都不一樣 所以各位 我不知道你有哪檔喔 但是你手中目前有這四檔股票的投資朋友 或者是你沒有的 我歡迎大家 你都把電話撥通 因為今天我要送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大禮 是我近 應該說今年以來節目上你不曾看過的 我今天我要做這個很大的動作為什麼因為我希望 我這個禮拜苦心 苦心 布局的整個航運股我是可以照顧到所有的投資朋友 我跟其他分析師不一樣 對不對 我希望我要做到事 我能夠讓你進去也能夠讓你安心的出來 你可以全部都賺得到 所以今天很簡單各位 如果你有的電話一定要撥通因為今天我知道你的死客的心情怎麼樣你現在有點混亂了 我有賺錢了老師我賬面獲利很多 我要不要賣不賣是不是下個禮拜又跌下來 對不對 你要考慮是這一波他會漲到哪個地方嗎 甚至說 接下來到底要怎麼靈活操作是 我們現在先賣了一趟等他拉回再買 還說不用怕就抱著他一路上去 這才是關鍵嘛 所以你今天有的投資朋友你會不會怕你當然會怕 但是你放心 有硬量老師在 王老師在這個地方 我就是你一個很好的平台嘛全市長這一波 這一波我不要講 這一大波好了我們講最近這一段就好了最近這一段的航運關鍵轉折你看哪個節目對你是最有幫助的 我相信各位你心中有所答案你看了好多老師在解航運股 沒有一個 像我這樣子跟你解航運股的 集結告訴你是機會 集拉鍋還告訴各位接下來該怎麼出 對不對 到底該怎麼做 我跟各位講很簡單 你有的投資朋友 務必 一定要把電話撥通 各位我希望各位這一次 平安上船之後也可以平安下船 好不好 所以你今天身份證 有2 有6的投資朋友 你把電話撥通 我要送給各位一個航運的專責科訊 為期10天 夠了吧 各位這樣夠意思了吧 接下來這10天的航運股的走勢 我請你賣你就要給我賣 我請你出手就是要出手 這一波上來到底該怎麼做會比較OK 這是很關鍵的問題 我相信這是所有大家心目中的一個疑問 那如果說我前面我所講的我7月10日要請各位要進 你沒進到的這一波你沒賺到的 那我請問各位接下來拉回來如果還有機會再轉強的話呢 那你要不要跟著一起上 這是最關鍵的問題 如果接下來航運股 整理再上再攻 那什麼價位再切入 因為他畢竟喔 是市場一個 焦點 全市場都在看航運股 所以一旦航運股 市又到的時候他再拉他會很快 就像旺海 三天的時間60塊錢價差 我相信跟我做的投資朋友你們都平安 2609的陽明你跟我做陽明的各位這幾天你都平安 對不對 兩天28塊錢的價差很輕鬆啊 那你沒有我折訊的投資票怎麼辦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拿到嘛 我跟你講 專責折訊為期10天你聽聽看 傳到你的手機你看看嘛 看我的航運怎麼操作好不好 我前面我給你看 只是牛刀小事 你先看看準不準 有沒有準確 你看我這個禮拜節目你就知道了 從 上個禮拜我跟你預告 預告預告預告一直到禮拜三我跟各位講 我正式出手萬海 不是嗎你少的那個價格 我跟各位講到的就是要執行嘛 那接下來問題來了怎麼賣 對不對 今天航運股 震災又開始了 那到底該怎麼處理 我希望大家好好把握住 手中有望海有長榮有陽明有台華的各位今天 這一波到底會漲到哪個地方 結束了沒有 要不要賣了 好那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如果再拉回 什麼地方還有機會 各位這是重點所以今天很簡單 身份證字號裡面有 有6的投資朋友 不要跟我客氣好不好 你有航運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 我會幫你解決 解決之道 這個都送給你的各位 懂我意思嗎 這個都送給你了 週末假日看到節目的 打電話進來我就送給大家 做好登記的動作 名額 應該是有限 但實際的數量我不知道因為主管進來 主管部分 今天有開個全線給我 但是就額滿為止好不好我也不要跟你說限100名限200名各位沒有意思 你就盡量打我們能夠服務的我們就服務到 額滿為止 好不好 你這個禮拜你看我做航運股的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你還有萬海 如果你有長榮 如果你有陽明 如果你有台華 一定要把電話撥通 10天的專責call訊 給你做參考 好不好 另外你手中沒有的下一波的航運 長榮萬海 陽明台華 什麼時候在攻 這一次在攻 會到哪裡 我跟各位講10天就夠了 你們自己很清楚 三天而已 你10張的萬海可以賺60幾萬 對不對 你10張的陽明我講的一般小資的投資朋友10張的陽明你可以賺28萬 你買個50張的300多萬 對不對 三天而已 所以10天我跟各位講他會締造很多的奇蹟 所以今天把電話撥通了 你符合資格的 身分身之號有2有6的投資朋友 我就送給各位專責call訊 好好把握 這是我今年以來最大 最大的一個活動 應該說是最好成本的 沒有關係我來扛 我來挺你 好不好 因為今天整個航運股的部分有一些動盪出現了那該怎麼處理 我希望各位我帶你進 我可以帶你平安出來 然後再進去再出來 就是那麼簡單 好不好 把電話撥通 符合資格的 打電話進來 10天的專軸call訊 直接 送給各位 謝謝 台灣 守護家園 最艱難的時刻 我們永遠與你同在 188防疫專案 幫助你守護你的財富 營業頭部 守護針線 02-11-3366 -11-3366 -11-3366 相信從頂業開始 我們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決勝大師級的研究團隊 從實戰中 從實戰中克服人性並戰勝主力 我們不斷地超越自己 也協助您實踐夢想 相信從頂業開始 我們希望複製一個又一個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個成功者都有一個開始 相信我們的專業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專線 02-8511-3366 8511-3366 頂業頭顧 分享成功的經驗 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那一種滿載而歸的感覺 是令人很興奮 富裕人生 邀請您一同加入飲料 華爾街 歡迎再回到節目現場 各位 股市為什麼會漲不停 原因很簡單 我剛才講我都講了 那現在就是剩下個股的問題 這個禮拜你看我節目你也知道 我講的東西不多 我的聚焦就是在航運股 我相信我都有幫到很多的投資朋友 對不對 當你覺得很危急的時候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我先預告他會拉回 拉回到了我跟各位講該出手出手 直哨哲跟你預告萬海我們出手了正式出手萬海三天漲了多少60塊錢加差揚明20兩天28塊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各位怎麼辦 你沒有訊息的一定要跟上 萬海長榮揚明台華未來十天之內一定還是大盤盤面的焦點 這一波他會長到哪裡該怎麼出這是關鍵 你不知道的來找我 那我今天是有條件的剛好因為就是二六類股 航運股就二六類股所以身份證有二有六的投資朋友直接來電 直接來電我要送給各位的是 專責抗訊十天的航運股的訊息就那麼簡單 你這樣看十天絕對清楚該怎麼進該怎麼出 我都做得到我都交代到了各位一定要好好把握住喔 好好把握今年最大以來的最大活動 把電話撥通十天專責訊息直接送給各位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訊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